展櫃上琳琳滿目的產品 不管是衣服造型的插手巾 還是圍在小朋友身上的尾兜兜 光是種類就超過上百種 這些都是業者使用百分之百的純棉材質 並且堅持不添加任何化學藥劑 所製作出的無染毛巾系列商品 市面上的毛巾 它為了要博取消費者的喜愛 所以通常它會加柔軟劑 甚至它為了顏色鮮豔 它會加很多的震懾劑跟漂白劑之類的 那我們家的毛巾你看到就是這樣子 很純樸 然後它摸起來就不會很光滑 它完全就是保留棉花來原本的特色 刷刷這樣瀑瀑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把最原始的樣貌呈現出來 幾十坪大小的廠房裡 工人忙著在裁縫車上來回港工 隨著時代變遷 毛巾產業逐漸沒落 加上大陸廉價毛巾大量銷往台灣 嚴重打擊本土市場 當時接手的第三代老闆陳錦翅為了挽救副職輩所留下來的毛巾工廠 又年前決定自創品牌剛開始罰人問津 也讓陳錦翅一路走來相當辛苦 前世時期是一千多萬掉到零 從零又爬到現在 也爬了創品牌到現在五六年的時間了嘛 所以想說做那麼多產品 因為最主要是台灣的模仿太厲害了 你要讓人家不模仿你呢 是不可能 那我現在是把模仿這種想法這種做法呢 當成是給我的一個推力 因為有人在後面模仿 我們必須要跑得比人家快 要不然你就會被人家淘汰掉 所以我把模仿這個當成是一個動 研發產品的一個動力 隨著近年來健康意識的抬頭 加上陳錦翅陸續在各大展區擺攤推廣 業績採總算恢復穩定 而這堅持打拚的不放棄精神 也讓面臨西洋產業的毛巾工廠 重新找出一條新的火路 記者陳柏翅台中採訪報導